這是三重一處社區一樓的店面 過去是竹聯邦紅人會的黑幫據點 常常發生治安事件也因此成為掃蕩重點 目前已經人去樓空 店面外放滿氣球就像是夜市攤位 今年4月紅人會和華山幫糾紛 在雙北互開60多槍 紅人會三爐組長綽號樂樂的范蛙大福 就在這處堂口擺氣球 挑釁對方要他們也來開槍 對比現在店門口招牌拆除 大門深鎖整間店面空蕩蕩 只留下門口的桌椅沒人清理 紅人會以每個月7萬元的租金 租下這間店面三年多的時間 居民提心吊帶 日前凌晨一點多 一名女住戶受不了音樂聲下樓理論 拿拐杖敲大門 兩名二煞衝出來把人推倒 還持續嗆瞎 類似的事件不止一起 也成了轄區警方掃蕩重點 警方避免黑幫姿勢 直接在門口設巡邏點 社區也貼出公告 一樓店面出入複雜 全天候設置門禁保障住戶的安全 被盯上之後 黑幫活動越來越少 五月底還欠了兩個月的房租 和一千多塊的水費 被斷水斷電 只好火速搬離 搬家公司連續好幾天進進出出 最後成員把店內神像請走 正式撤離 店內櫃台空蕩蕩 裡頭的家具也已經全部清空 幾乎看不出來過去城市黑幫的堂口 他們創設的娛樂公司 經營線上博弈 前年底一名叫小雨的金主 和另外兩人上千萬資金分配不均 遭人砸店 一氣之下也繞人 到對方五股花店開槍 糾紛不斷 隨著黑幫撤離 火拼場景 未來不會再上演 附近居民終於可以 喘口氣 TVBS圈無知情 各位新媒體報導